原标题 外交学术界面提对华政策畅仪表示 对华关系不能受美影响 环球时报报道真相 据香港南华早报27日报道 澳大利亚智库中国问题 日前起草一半对华政策倡议 澳大利亚新的中国叙述 报道称 澳大利亚媒体对中国欠缺客观性的报道 导致了官方中国阴谋论 这一带有种族色彩的表述 这份倡议文件的出稿 由中国问题首席执行官兼创始人董事 澳知名中国问题专家雅各布森领衔执笔 该致护26日在堪陪拉举行倡议导发布会 倡议导称 澳大利亚同中国关系的本质 是一个中等发达国家 和一个大国之间的关系 澳因以前沾性的眼光 开展对华深度接触 澳大利亚要坚持自己的价值观 对自己不能接受的问题 要坚定而有礼貌的阐述说明 但同时也因认识到自身影响力是有限的 此外 澳大利亚对华关系不能受美国影响 不能因为对美关系而影响澳在对华关系上的独立思考和行动 澳前外长毕小虎 出席26日的倡议告发布活动 他还通过社交媒体表示 澳中是平等的合作伙伴 对等和折衷 是构建互惠关系的关键 真详 澳中是平等的合作优优优独立思考和声 将对美关系的关键 正在咱们同时也认识到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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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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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